好,谢谢大家让我有机会在这里来分享啊 也谢谢大家前段时间为我祷告 我能够平安地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 我们,其实我们要去宣教或者说我们传福音 其实我们都是想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 别人得好处,我们也得好处 那我们这里来看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到二十三节保罗是怎么说的 我们看第一段我标注了 就是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 不好意思,看不起 无人管辖 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 为要多得人 然后中间就是保罗说他是怎么样来做众人的仆人 像这犹太人,律法下的人,软弱的人,还有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那样的人 接下来我们就看最后二十三节就说 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就让我想到刚刚金牧师分享就是说 我们要传扬他 那么我们为此要怎么样传扬呢 就是劳苦,就是照着运行在里面的大能大力 尽心结尼 这段经文你看保罗就是尽心结尼 而且为此劳苦,就为了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 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那么就到今天就是我们来看看 我这一次短宣是与什么样的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呢 我们看第一个我可能要先介绍一下 这一次我一起就是带领我们去的这个机构的基本情况 让大家了解一下他们的事工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同得福音的好处 第一个就是孤儿寡妇 有两个就是一个是印第安部落中心的孤儿寡妇 一个是宏都纳斯本部的孤儿寡妇 然后第二个就是监狱的人 第三个就是弟兄姐妹 就是我们一起去的团队 还有就是现在大家正在听的弟兄姐妹 好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Living Hope Global Ministries 是1989年建立的 我看这个时间和我们教会建立的时间好像是一样的 就是同岁 然后这个牧师现在已经70多岁了 这个牧师就是他建立之前可能才40多 现在已经70多岁了 然后还是在就是宏都纳斯一线 在继续的传扬神的福音 然后具体的我就不介绍了 这两边就是可以看一下就是它有一个儿童施工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在做什么 儿童施工这次就是我们主要参与的一个施工之一 它有你看有四个地方 就是一个是彭都纳斯 一个就是那个图鲁潘就是那个印第安部落 Asian其实主要就是在中国大陆 然后肯尼亚是在非洲 然后后面的这些它一些事工 大家可以上他们的网站去查看 然后我们看第一个部分 与孤儿寡妇同德福音的好处 我去查了一下就是精确搜索了一下 喝喝本里面的孤儿寡妇 我搜到了15条精确的匹配 就是看到就是说 其中有10条是来自于生命记 其他5条就分散在圣经的各处 主要是在新约 然后我就截取了新约和旧约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我们就看生命记当中 神是怎样来看顾这孤儿寡妇的 我们看就是神说 你取了土产的十分之一 要怎么样 他要分给这些人 哪些人呢 立为人寄居的与孤儿寡妇 然后呢就是要怎么样 要使他们吃得饱足 最后就是除了让他们饱足以外 还要将什么 将圣物从自己的家里 就是我家拿出来 给了谁 给立为人寄居的与孤儿寡妇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是说 这是照理 这个你肯定是神啊 所吩咐我的一切命令 这里就是看到说 这是神的命令 然后我们看雅各书怎么讲的 雅各书说就是在神我们的父面前 那清洁没有玷污的前程 这清洁没有玷污的前程是什么呢 就是看顾在患乱中的孤儿寡妇 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可以我们看到 新约和旧约是很一致的 神他是看顾这些孤儿寡妇的 然后我们来 接下来往下面看 第一个部分就是看就是怎么与印第安部落的孤儿寡妇同德 福音的好处 这个印第安部落是大概的介绍 它就是就是它是一个原住民组织的国家和世界遗产 然后这个部落几乎与世隔绝 我们从宏都纳斯城里面到它那上面开车开了七个小时 山路有大概四个小时的样子 然后还要躺过五条河 就是真的是河 就是那个车要从那个水里面躺过去 然后接下来就是它就是最后就移民到了 就是我们去的这个山 就是Mountain of the Flower 其实就叫花山啊 就很美的一个名字 然后地方也非常的漂亮 然后有时间我们可以看图片 然后这里就是它的文明是玛雅文明 有五千多年的历史 看这个 我们看这一个 这个就是它们的生活环境 然后看就是从左往 就是前面那些就是你看这个第一个 那个有一些铁器什么的 那个就是它们吃饭的 就是烧就叫罩 应该是这样 就是炉子 对炉子就是在上面就是烙饼的 那个铁皮就是烙饼 下面就是烧火的 然后再往后边看 就是它们整个一个生活的环境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它们铺就是没有床 它们的被单基本上就是铺在地下 这就是它们睡睡觉的地方 就是很多都没有床 我们去探访的家庭 有好几个家庭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机构 它就帮它们就是建了就是房子 其实有很多人之前 可能连这样的碧雨的地方它都没有 它可能就是那种 土那种那种棚子搭起来的 就是没有办法遮风挡雨 一下雨就就全毁了 然后它们也没有活水 就是没有健康的饮用水 所以就是这个机构它有一个就是打紧的 就是活水计划就是主要是针对 让它们可以喝上干净的水 然后水不干净容易生病嘛 然后我们也看到其实睡地下也容易生病 然后这个就是它们实际的生活情况 然后我们看就是在这个左边下面 就是那个图就是看着有很多人站在那里打个伞 然后也有一些小东西堆在地上 这个就是印第安部落的人 他们自己做的手工 就是拿到这里来 然后给我们看 然后我们就做捐献 然后我也带了一些回来 弟兄姐妹如果想要了解他们这个手工制品的话 可以就是去后面拿 我还带了挺多的 就是大家可以 会后可以去拿一些 而且做的真的非常的精美 我自己也收藏了一个 好 我们看下面这个就是 他们是向我们展示爱 真的是show love to us 我们看一下就是第一张大图啊 就是他们就是这个就是 他们当时我们到村口 我们的bus到村口的时候 他们所有人啊就就就就有坐在树上的 有在村口的 大家记得就是主耶稣去传道的时候 不是也有人坐在树上 也有人在村口挤满了人 这个就有那个那个现象 就是真的就是有那个场景在那里 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然后然后在这右边就是很多小图 就是这一个姐妹叫Lucy 是印第安部落的一个姐妹 这个姐妹她就是她看到我们这个yellow bus 这个bus是黄色的 她看到这个的时候 她就会知道是Leaving Hope的人过来了 所以她就立马就到那个那个村口 然后站在那个汽车就是那个门口 每下一个人她就和每一个人拥抱 我们当时车上有30个人 她就和30个人拥抱 就是她就想要展示她爱我们 然后她可以给我们的就是她的拥抱 非常的温暖 看这就是同德福音的好处 然后我们再来看就是主要做的事工 就是有家庭的探访祷告和VBS 然后这个因为这个团队既有youth 然后也有成年人 所以youth的话就带着当地的儿童去做VBS 然后成人的话和 也是和youth一起了 就是去做探访去为他们祷告 你看这里就是有探访的图 就是我们走他们的路 提着一些基本他们所需的物资 去探访他们 最主要的是为他们的家庭祷告 他们祷告的内容其实非常的简单 他们没有说他要赚大钱 没有说他要怎么怎么样 他们只希望可以把自己的孩子养大 他们只希望说 就是他们的房子不会漏鱼 也只是希望说他们有一张床可以睡 然后每天可以吃得饱 其实像中心的孩子 领养的孩子 这些孩子其实没有领养之前是吃不饱的 他们很多一天只吃一顿饭 就是然后就是领养之后的话 他们一天可以吃上两顿饱饭 所以这是当地的状况 而且他们所需的我们带去的物资很简单 没有大鱼大肉 其实就是米 油 盐 还有就是肥皂 然后还有就是洗漱的用品 都是非常简单的一些用品 这就是他们所需的 然后我们看我们为他们祷告 他们也非常的乐意 他们是很open 我们去用神的话来祝福他们的 敬拜 这个是我们晚上在印第安部落的儿童中心的那个 会堂里面我们在一起敬拜 大家看真的就是屋内坐满的人 屋外还占了很多人 真的是各个窗口 你看那个第一张图有好几个窗户 我当时观察一下 真的几乎每一个窗户都都有人头这样冒出来 然后就在看里面 然后大家一起唱歌 一起敬拜 然后这个真的 让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我们当时所有的人都很感动就是说 哪怕就是在极度贫穷的境地 真的就是福音 它不是看人的地位 它真的就是不论是在哪里 它都有福音的大冷 这就是神的大冷 然后我们看这个第一张图 这个上面带领的两个人 是一对夫妻 他们是一对宣教士 然后这个宣教士 这个pastor 他是十多年前 就是这个机构的牧师领养的一个小孩 他也是一个印第安孤儿 然后他现在长大了 就是两年前回到印第安部落 带着他的妻子 然后在那个地方 从继续来服侍他当地的印第安的儿童 就是孤儿和寡妇们 还有当地的居民 然后就是他的女儿也是 Abby也是在那里出生的 就是看到真的就是 他就是一个福音的果子 很多年前结下的 现在就是他已经可以去祝福他人了 甚至带着他的家人一起去 然后现在中心也在不断地扩大 也在真的就是 儿童也开始慢慢地多起来 更多人参与 有更多的孩子就可以得到救助 而且在里面不仅仅只是让他们吃饱 因为在那里没有教育 他们也真的是 从事也就是教他们读圣经 教他们识字 让他们可以更认识神 知道神是谁 然后这个就是 印第安部落情况 还有这是另外一个福音的果子 这个小男孩叫Daniel 他只有十多岁 这个孩子他也是印第安中心 助养的一个小孩子 然后他其实现在已经是 下一代领袖的接班人 就是那个里安族 那个pastor的接班人 因为他也他就是 当时他非常热爱音乐 说好几年前他在那个中心 看到就是有一把吉他 就是我们这个门 相当于在这个地方有一把吉他 他在那个门口 他看到那个吉他 他就对神说 他说神啊 如果我可以拥有它 拥有这把吉他的话 那我愿意把我一生奉献给你 最后就是不知道怎么的 最后他真的就是拥有一把吉他了 他就愿意把自己一生奉献 他就愿意继续的 真的是做接班人 愿意受栽培 愿意继续留在印第安部落 愿意继续为这些孩子们服务 这个 这个当时就是他的这个要求 我非常的震撼 我是真的非常震撼 我就想到他的要求多么的简单啊 可是当我回想自己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羞愧 因为我觉得我要的太多 但是我却不愿意去奉献一生 但是他就要的很少 他却愿意 真的就是看到那一颗 真的就是单纯的心 单纯信靠的心 它就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福音的果子 非常激励我 然后这个就是中心领养的孩子 就是一个整体的照片 大家都在上面 其实你看就是人数没有很多 有一些没有贴上来 但是整体也就只有40多个 还有50多个 但是其实在那个waiting list上面 还有好几十个 60多个孩子等着大家去助养 就是去助养这个孩子 让他们可以每天可以吃饱两顿饭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部分 就是与宏都纳斯的孤儿寡妇 同德福音的好处 这里就是儿童中心 也是机构建立的一个儿童中心 在宏都纳斯本地 然后这个就是宏都纳斯的孩子 真的是他们这个国家 非常热爱足球 就是听说他们的国家的足球队 是可以打进全球16强的 就是非常的厉害 是超过我们中国足球的 然后我也知道咱们就是 咱们的教会里面啊 像长老啊 长老就特别爱运动 就是这 你看这个足球 真的就是他们的灵魂的 一样的感觉 从小到大都会踢 而且踢的真的非常的棒 好 我们继续往下 哦对 这个连在中心 就是那个场地啊 都是一个足球场 就是随时随地 哪里都有足球场 据说他们就是当地人 不吃不喝 都要建一个非常好的足球场 铺上那个地 就是为了就是他们热爱 他们非常的爱这个 所以足球施工 也是在当地 非常值得开展的一个施工 就是可以去recharge这些孩子 让孩子们就是去踢球 去运动 给他们讲圣经 然后带领他们 就让他们不要在外面去 瞎晃悠 因为他们其实 他们的国家 就是每一天 只上两个小时的课 上午下午选 你上完两个小时课 你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然后这个是中心助养的孩子 这是一些整体的照片 也有好几十个 但是其实也一样的 也是有waiting list 也有好多孩子等的 继续大家去领养 是助养 其实应该是 好 这个就是特别介绍 这一个家庭吧 Fanny这个家庭 是儿童中心助养的一个孩子 她也是 她和那个印第安部落的Lucy一样 她真的是给每一个人一个hug 我们去她家探访的时候 你看她就 给我们每一个人 她就微笑着过来 就是来拥抱我们 真的非常的有爱 但是我们看一下 她的真实的生活环境 这是她的家庭 就是从左到右 就是她的两个妹妹 她中间抱的是她的弟弟 然后在最后呢 右边呢 就是她的妈妈 刚生的一个小孩 就是才两个月大 我们去的时候 其实她妈妈当时不在家 那个小朋友就含着那个奶瓶 但是那个奶瓶里面没有奶 什么都没有 是空的 水 可能水都没有 就是空的 就是非常的贫瘠 然后这个Fanny 她就是 她每天 她妈妈就是经常 三四个月不在家 所以她只有11岁 但是她却要照顾 她下面四个弟弟妹妹们 就是 但是她 你看她的脸上 就是洋溢着笑容 她并不 我不知道她是否觉得自己苦啊 但是她的笑却非常的感染我们 然后我们看 这是她的生活环境 最左边这个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她的厨房 其实就不是什么 只是在房子外面 搭了一个 可以烧火的地方 然后大家看中间那个绿色的 你们看这个是什么 这是她吃的东西 这是树叶 加了一点盐 因为那天我们去的时候 她妈妈不在家 她要照顾她弟弟妹妹 她没有办法去中心 拿饭食 所以她就 她就只能说 就是煮这些东西来冲击 这个就是 她的生活现状 然后右边是她生活的环境 这是她的家 这个房子是 也是前两年的时候 她自己家的房子 土房子倒了 然后中心给她建的一个 但是里面其实也是很简陋 她的家就感觉像 一个垃圾场一样 什么东西都堆在里面 你走进去 你不会觉得那是一个家 然后 但是这是她生活的环境 我们当时所有人在这里 可以看下一张图 看这个 我们所有的人 没有人不哭 我几乎哭到眼睛 都已经睁不开了 就闭着眼 然后你看中间 最中间的那个姐妹 眼中是含着非常大的泪光的 因为真的就是太心疼 又太难受 又会想到 就是有很 就是很复杂 这个情绪 然后这个 最上面就是 我和另外一个姐妹 为她的小弟弟 当时在睡觉 为她祷告 我们俩真的是 一路哭着祷告过来的 就是气不成声 就是感觉我们祷告的声音 就已经被哭声掩埋了 就是真的 就是 那就是我们当时状态 下面就是 另外两个姐妹 抱着她的那个 两个月的那个小杯柄 也在为她们祷告 也都是脸上含着泪水的 这个就是 但是这家有福音的果子 那天真的非常奇妙 她妈妈经常三四个月不在家 可是那天她妈妈在家 然后 那天她阿姨 就是她妈妈的妹妹 不知道怎么的 看着我们在 她也跑过来了 然后呢 她妈妈不信主 就是 就是大家都是 就是当地的牧师 也去不断地去offer 说可以给她提供工作 但是她不愿意 然后她 所以 这个阿姨 但是她过来 她却信主了 她真的就是 你看 她就抱着我们的那个翻译 那个素 她就抱着她 就一直哭 起码哭了五分钟 大家就带她做绝治祷告 下面有个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小东弟兄可以放一下吗 在这个家庭当中 完全做翻转的工作 放耶稣基督里 一件无鬼邪灵 一件量肉体的情谊 眼眸的情谊 完全地从家里面滚出去 我向主来宣告 这个家庭 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 完全地自由 相信耶稣基督 你在他家里面 完全地做王掌权 将以自己无比丰盛的荣量 从天而降 降临在我们这个家庭当中 哈利路亚 我们将荣耀 会给我们 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放耶稣基督里面祷告 Amen 对 大家看 这就是她当时 就是为她做祷告的时候的场景 真的是非常的感人的 就是 虽然Benny的家 就是看起来 就是很艰辛 好像连吃都吃不饱 日用所需都没有办法被供应 但是依然可以看到 神的大人在他们身上彰显 大家可以看到 Fanny笑得有多么开心 看到我们的时候 她感觉有多么幸福 然后她 她的姨妈哭得有多么的厉害 这真的叫悔改了眼泪 然后就是 还有一个后续 就是后来我们走了 但是方牧师还留在那里 然后就是 当时方牧师去中心 Fanny刚好那天也去 她就问方牧师说 她说你们 她说他们什么时候又来看我呢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她说我想他们 她真的把我们当家人一样 所以我们一去 她就非常欢迎我们 就知道我们是家人 是爱她的 我们知道这爱是来自于主耶稣 我相信她也知道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部分 就是与监狱的人同得福音的好处 我们看这里 就是经文上面 就是马太福音九章十二到十三节 这里这个故事 我相信大家都很了解 就是主耶稣呼召马太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马太是个税吏 然后在犹太人的眼中 就是一个罪人 是一个不好的人 然后就很厌弃他 所以他的生活环境 虽然有钱 但是生活环境应该是很恶劣的 然后我们看这个税吏和罪人 就是同吃嘛 主耶稣和他们同吃同喝 然后就有人去挑战主耶稣 说他 你怎么和罪人在一起呢 然后主耶稣回答什么的 就是他说 康健的人用不着一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然后他说经常说 我喜爱连续 不爱祭祀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我来不是招一人 是招罪人 我们都知道 在教育上面 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罪人 这是普遍的定义 我们知道我们与神隔绝 所以我们是罪人 但是在这世事上面 就是有一群人 是实实在在地 做了不好的事情 犯了错 如果在监狱里面 他们就是世上的罪人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认为他们是罪人 他们是无可救药的一群人 所以我们就去了这个宏都拉斯的监狱 我知道好像说宏都拉斯的监狱 在全世界是非常有名的 这个监狱有1200人 他们最大的监狱里面有5000人 就是监狱里面的人是非常的多的 这个是他们监狱的情况 然后你看都是铁栏什么的 我们就这样走进去了 我当时觉得我们真的所有的人都不惧怕 真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保护我们 赐我们平安 我们当时没有人觉得好像这些人是犯人 我们只有一心就想到就是说 我们要去给他们传福音 他们需要福音 这一群人非常的需要福音 然后这里就是也是福音的见证人 你看这个红色的箭头这个指向的这个人 他是一个监狱的pastor 他其实是在监狱里面服役了12年 最后他姓主 然后成了监狱的pastor 然后他在监狱里面 这个监狱1200人里面有120个基督徒 是实实在在的真的基督徒 他们在里面做美好的见证 然后这个pastor就是 我真的非常被他的敬拜感动 他们敬拜的时候不像我们有这个屏幕 我们可以去看歌词 我们可以不需要去歌词 然后他们就是没有 他们但是他们监狱里面却有这种keyboard 然后他们也有一个吉他 然后就没有别的了 然后他们就开始敬拜 然后这个牧师的记忆力超好 一下就唱了三首歌 连着唱了三首歌 然后非常的有激情 又边唱又边祷告 我在那里真的是看到了就是 不论在哪里真的都是爱神的人 所表现出来对神的那个热爱啊 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感动的 这个就是这个pastor真的让我很感动的 我们然后我们看就是接下来就是 这个就是其他的见证人就是我们团队的人 然后在上面就是那个是方牧师 最上面右边的上面 左边那一个是方牧师 他在做自己的见证 然后他其实就是好像他曾经也很迷失 然后也有一段时间就是做了不好的事情 但是他悔改新主 最后就走上了这宣教的路 去帮助这些孤儿寡妇 去帮助这些监狱的人 去帮助这些无望没有希望的人 然后这后面就是这些都是见证人 你知道我们再往后面看 这些人就是被福音改变的人 现在成为见证人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被福音改变了 那我们也要成为福音的见证人 成为神的见证人 这是福音的勇士啊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姐妹是我们 就是我们宿舍的在正道的一个姐妹 她和我一起去的 我们俩一起去 你知道在场上面 她是唯一一个去拉犯人 就是上台绝志的 她真的非常的勇敢 就是当时就是很多人都想上去 很多人在下面听 但是他们都想上去 但是他们不敢 因为一上来 就相当于像众人宣布说 我要做好人 从今天开始 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要做好人 我要有开始有新的行为 生命的改变 那就意味着他们会在里面受逼迫 所以很多人不敢 但是我往后面看他们的眼神 他们是渴望想要信的 他们想要上去的 所以就是姐妹就是看到了这一点 她真的是被圣灵感动 她当时完全没有想过 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一群人 当时做过 之前做过什么样的不好的事情 她就直接真的就是 下面去看到一个人 如果就是 她就去拉 但是她不是这样 就是随便拉 她真是 她看到那些人手有点动 就是有一点想要向她伸手 她就立马就看到 真的就是神的灵在感动 她可以识别非常精准 没有miss掉一个人 就是只要她拉的全部上了 真的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叫福音的勇士 真的是愿意为了神 去这样做 她可是一个姐妹 因为这个犯人全是 其实都是男犯人 我都不敢去 然后这个叫福音兴旺 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个就是当时在现场的 就是来听到的人 做前排的是我们 然后在后面的 就前排我们只做了两排不到 后面的就是全部都是 他们监狱的人 你看后面就是坐了很多人 然后他后面也有一些人站着 有一些图片我没有展示 其实像这种边角 这种边角就是到处坐起都是人 然后后面的角落 他们很多就站在后面 就是真的是全堂就是坐满了 然后后面站着人 就像印第安部落一样 就是里面坐满了屋内屋外 都是人的感觉 然后但是这些 你知道他们就是 他们不是只是说 我来听个故事而已 他们是真的就是愿意去去想 因为知道当他们听到就是生命见证的时候 他们拍掌 他们到最后就是越到后面就拍掌 越厉害 最后都站起来了 就是不停地鼓掌 表示他们是认同的 我真的在这个地方看到了福音的兴旺 所以也是非常的感动 我那几天是没有少流泪的 就一直一直就是眼中寒泪 这个是他们觉知的时候 这个图可能不完全 只是展示一下 你看台上站的人 其实就是上去的人 然后其实当时牧师在那里 呼召三到五分钟 没有人敢上去 直到有一个人 待会会展示他上去了 所有的人就跟着陆陆续续上去 加上我们有一位姐妹很勇敢 就去捞人啊 得人如得鱼的感觉 然后他就带了很多人上去 然后这就是 说剧统计就是 当时应该有三十多个人 上台去绝制 超过就是三十到四十 就是 然后 其实我也相信下面很多 哪怕没有上去的 他们心里面也是被感动了的 然后我们看这叫悔改的眼泪 真的在里面 每一个悔改的人都是在哭的 他们都是在扭泪 他们是从心里面去接纳的 如果真的说有人去质疑说 这有什么果效 在上面是不是作秀的话 我觉得 不会 没有人 没有人会去做这种事情 没有人会在那上面去 去让别人来逼迫自己 所以每一个人在那上面的人 都是勇士 也都是果子 他们以后会在监狱里面 继续去做见证 然后你看就是 那个最右边的那个 你看穿白衣服的那个pastor 就是男衣服是pastor 然后白衣服的是一个 他是第一个上去的人 他是第一个就是走上去 他一走上去 真的其他人就开始陆陆续续 跟着走上去 然后你看我们的弟兄 就是向他们show love 就是给他们hug 让他们感受到我们 不嫌弃不厌弃 我们是真的就是带着耶稣的爱 想要爱他们 然后你看第一张图就是 大家都低着头 很多人就是当时很多人在抹眼泪 就是他们从心里面去悔改 然后小弟兄可以放一下这个视频吗 这是个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当时的 这个视频很长好谢谢 就是让大家看一看就是当时的场景 我们往下一张 这个就是我们去分发物资了 就是我们还是要去给他们一些基本所需嘛 然后这个就是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两个面包 一个可乐 这个可乐还不是我们 我们平时还不想喝百事 不想喝可口 还有口味的挑剔 他们这个叫super color 就是好像就是 就是他们当地的一种 他们好开心的 然后还要给他们一些纸 就是那个卷纸 卫生纸他们也很缺 还有就是牙刷和牙膏 也都是非常基本的物资 但他们可开心呢 然后第一张图是我和另外一个姐妹啊 我们没有分发物资 我们就是他们走过去 我和他就站在那里给他们说祝福的语 就我们当时就说西班牙文 就学了两句 就是那个耶稣的阿玛 刚刚就是我们也有听到 就是说耶稣爱你 就跟他们讲 还有一个就是上帝祝福你 就是Dios Tependigo 就是跟他讲就说上帝祝福你 然后你知道这个就是这个画面 你知道我们去跟他们握手 去跟他们碰手 他们真的就是很开心 他们就眼神当中是表达感谢 有些人会说 英语就说说thank you 有些人不会就用西班牙文 就是说golacias 就是谢谢 然后就是向我们表达感谢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其实我在那里看了所有的人走过去 我看到眼神当中 我数了一下不超过十个人 就是会避开我们嘛 然后其他的人都是主动地走过来 然后要握手 然后要表示感谢 他们眼中是带着笑容的 非常的感恩 就是就是我是看到 继续看到就是神的作为 在这里也彰显 让人看到其实人的心里面 都有那个良心和良善 哪怕就是他们做错的事犯了错 他们还是神给了他们机会 我们也给他们机会 所以在这里就是很感恩 当时就是在这个场景之下 你知道他们就是左边走右边走 然后我就左右摇头 最后都摇得我缺氧了 就是就是这样 因为那天天气也非常的炎热 就是我们看就是 刚刚就像金牧师讲的 为此劳苦 就是我们真的所有的人 都是在为此劳苦 真的很感恩 也感谢神 这个就是第一张图 就是我们给监狱的犯人 分发物资之后 我们就要给那个狱长 就是他们就是监管 就是那些人 就是他们也给他们一些物资 他们也很感恩 这左边 右边 右边其实是我们去旅间 因为男间和女间就是 是分开的 然后男间出来 男犯人出来 女犯人不能出来 他们是通过那个广播厅 然后就是他们就让我们进去 进去分发 我们真的是进到这里面去 是他们监狱里面住的地方 就是那个铁门打开进去 然后我觉得我们当时真的没人怕过 而且只有姐妹可以进去 所以就是所有的姐妹进去 分发物资 然后就是当时我们也是 当时牧师有一个pastor跟我们进去 就是当地的pastor 然后进去的时候就为他们祷告 有一些姐妹也真的是流着悔盖的眼泪 去愿意做绝世的祷告 然后我们也给他们hug 去拥抱他们 让他们知道我们爱他们 耶稣爱他们 然后这个是最后的大合照了 你看就是我们所有的人 然后我们看后面 后面就是与弟兄姐妹同得福音的好处 我们就是我们去穿福音 其实传的人也是得好处 我们就是在这组内去享受合一 这是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个团队照 就真的是同吃同住同睡 然后这个我们这一次 就是团队有30个人左右 然后但是确实他不是一个教会的人 他是跨教会 跨宗派 跨连泥 同时也是跨语言的 我们在里面有三种语言 一个是中文 英文 还有西班牙文 就是大家也是可以一起同工的 真的就是福音的大人 就是可以让天上地下 所有的都可以同为一 然后在这里就是 做任何事情之前就是祷告先行 我们看第一章就是Youth在那里祷告 然后后面也都是像我们在车上也祷告 然后弟兄之间祷告 这是最后一章那个机场的那个 是我们在机场要回来之前 大家一起来做祷告 真的是凡事祷告先行 然后我们来看祷告的力量 就是第一个就是经历神的公义 我们在印第安部落的时候 我们称他五饼二鱼啊 当时指印第安部落就是那个 李安主帕斯特他想要感谢我们 所以为我们准备三十个人 我们三十个人的饭食嘛 我们那天中午吃的饭就要下去 但是当时我们就觉得 我们不想自己吃 我们希望就是和孩子们一块吃 所以就是 但是李安主他不同意 他就觉得说不可能 就是没有办法让那么多人吃饱 就是说不行 但是但是其实当时孩子 很多人没有吃过肉 我们也很简单 就是一块饼 最后饼被分成两半了 然后然后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那个土豆 还有就是鸡肉 就是炸鸡 然后就是他们很多人没有吃过肉 然后我们就说给他们一起 所以最后是三十个人 变成给大约一百一十个人吃 然后我不知道其他人吃没吃饱 反正我是吃饱了 但是那个分量确实是不多的 就是一小分一点点 然后我吃完第一碗的时候 我觉得不够 我说我去盛点土豆再吃 但是我在吃第二碗 第一口土豆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饱了 我就觉得好奇 好奇妙啊 我吃饱了 然后我就真的就是感谢神 他丰富的供应 就是我们三十个人吃了 然后其他的孩子们也吃了 甚至有一些大人也吃了 然后后面两张图 就是也是屋类屋外 就是当时的人 就是很多嘛 小孩啊大人啊都在 然后这是个视频 然后小冬弟兄帮我放一下 这是大家分发食物的时候 就是给孩子们发食物的时候 对他们真的就是 我们给他们这样 真的就是他们像过年一样 他们可能一年就只能吃上那么一次 或者两次 有时候就是没人去的话 可能根本就吃不上肉 还有一些小孩就是连饭都吃不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同时 我们经历了神的信使 那天我们就是吃了饭要下山 但是其实我们上山的那一天 就开始下大雨 我们到了之后就下大雨 晚上下了一晚上 然后白天还在下 其实本来右边那个图 是想要展示一下 那个雨滴的大 它就是颗粒分明 就已经这样这样树下来了 那种像水莲一样 非常的大 然后左边就是我们说我们祷告 因为那天不确定下不下山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 在印第安部落的pastor说 我们下不了 他说太危险 司机也说不行 但是我们说我们先祷告 然后我们就祷告 我们祷告的时候 就是我们祷告声越大 然后雨声越大 然后就感觉越祷告 然后雨声越大 但是当时我心里是非常平安的 我就觉得我们可以走 然后我们祷告的就说雨停 风止住 然后阳光出来 真的就是神非常信实 最后就是我们祷告完之后 雨变小了 就是毛毛雨了 然后我们就说可以走了 然后走的就是可能 三十分钟以内 阳光出来了 太阳出来了 因为我们还要躺过五条河嘛 就是河水如果太深 我们躺不过去 就没办法走 但是那天就是我们在车上 就是只要想到说是 过河 然后我们就一直祷告 一直赞美 就是一路上祷告赞美 就是靠着这样的一个经历 我们就真的平平安安下山 然后直到我们真的是到了平地的时候 然后完全下山了之后 雨又开始下下来了 神真的叫一路保守 还有这个就是另外一个 也是神的祝福 我们上了山又下了海 然后这个海 大家可以看右边那个 其实是一个视频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那个风非常的大 浪也很大 小龙弟兄帮忙一下 大家看一下 就是那个头发都是这样飞起来的 后面的浪也很大 我们坐的那个船 就是左边那个小船 就没有什么保护 然后就我们就要走嘛 然后我们就等那个风和雨 风和雨小了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上船走了 在那个时候呢 有一位姐妹就心里想 她说当时还是有一点危险 我坐在前排 那个浪就一直打我脸上 就一直打我脸上 然后后来还有真的是天空出现闪电了 就是我看到闪电 就是一下闪过来 我说啊 有闪电了 然后但是我们心里没有惧怕 也是在船上一路的祷告赞美 然后唱诗歌 感谢神 当时有名姐妹分享 就是说 她就说就是 她说什么呢 她就说没关系 就算我们真的一船人翻了 我们就在天堂上面见了 她的真的非常让人感动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是到最后总结啊 最后说一句就是 这个就是帮助孩子 就是一个月三十刀 就可以让一个孩子 就是一天吃饱两顿饭 就是大家如果想要有感动的话 可以去SonyWinHope 就是去他们的这个网站上面 他们会有详细的介绍 我就不说了 然后剩下的就 就是说行善吧 就是这是我自己的感动 就是我们说我们不仅要学习 就是说人知道行善不去行就是罪 然后这是关于行善的一些 最后就是我们愿意去做 蒙照的福音使者嘛 大使命我们都知道 所以就是我们愿意去做见证吗 最后就是以赛亚书 就是说主你请猜浅我 我在这里 那么就是我的问题就是 我们愿意为主去吗 你愿意为主去吗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透过一首诗歌来回应 主要我在这里 请拆遣我 那前几天的时候呢 刚好嘉静跟我讲这个印第安部落 其实他听到 好像刚好我女儿的那个派的里面放故事的时候 说那个历史是什么呢 其实当时是印第安人跟华人其实是同一个民族 当然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当时呢他就是商朝的时候 就是尹都 他们那个故事里面说 尹都还好吗 就是因为他们突然之间 可能好像是大陆飘移啊 他们就到了这块土地 他们就不知道 然后第二天 他们就看到 他们不在自己的家乡了 但他们心一直在引渡 引渡还好 就是印第安还好 这个其实有谐音啊 当然我们只能作为参考 我们也可以思想就是说 我们所生活的我们的同胞还平安吗 我们周围的人还平安吗 其实平安就是福音 那其实我们发现 这个世界需要福音 你周围很多的人都需要福音 包括美国也需要福音 当然我们可能做得非常有限 那我们在这个时刻当中 我们在主的面前 可以透过这个时刻 我们说我们能做什么 你哪怕给小子当中的 最小的一个小子 你被凉水喝 圣经说 你不得不得赏赐 主爱 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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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我 我 好 你 可 有 那么 鸡鸣 不管山 胜有多高 不管路有何人 还可以 你所见 主啊 求你才见过 主啊 求你才见过 我所知之地 不管山有多高 不管风有多高 我愿意永远 拆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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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千万灵魂 你拆迁我 拆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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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终发归主 你拆迁我 主啊 求你使用我 主啊 求你使用我 你拆迁我 拆迁我 这幻山有多高 不管路有多远 我愿意 无理所谓 祝我请你采见我 祝我请你采见我 我和你所指指定 不管路有多高 风有能力 我愿意 无理所谓 祝你采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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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千万灵魂 你采见我 采见我 采见我 为了千万灵魂 你采见我 采见我 采见我 为了千万灵魂 你采见我 为了千万灵魂 为了千万灵魂 你采见我 祝你采见我 祝你采见我 我们忽略 我们 我们忽略了别人的需要 祝我求你来赦免我们 让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能够 在这个时刻当中 刚才听到的这些 民族 印第安人的需要 洪都拉出这个国家的需要 那些监狱人的需要 我们都带到你的面前 主啊 求你把那个福音的火 放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也真的是能够 勇敢地走出去 主啊 真的是小七姐妹 他成为我们的榜样 祝他勇敢地走出去 主啊 祝你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也勇敢地走出去 让我们真的知道 如何地把福音传出去 带给更多的人 主啊 从我们身边走去 从我们去 关心一个人的灵魂做起 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去 花时间 花代价 花精力 愿意陪伴 愿意去栽培门徒 去世万民做主的门徒 主啊 就求主让我们真的是 勇敢地站起来 来成为你的忠心的仆人 让我们为此而劳苦 尽心尽力来侍奉你 让我们真的把人 丰丰富富地带到基督的里面 使他们的生命 能够长大成人 使得主啊 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 也都能够长大成人 谢谢主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